美国飞翼男子弗洛伊德 2020年5月被白人警察活活压紧致死 在全美引发黑人的命不示命抗议 现在传出他的亲人被开枪攻击 公寓窗户税裂还有明显弹孔 案发地点就是弗洛伊德亲人住的公寓 凶险选在元旦的凌晨朝公寓扫射 弗洛伊德四岁子女亚丽安娜 当时正在睡梦中不幸被屋外飞来的子弹 集中 亚丽安娜中弹后还跳起来 告诉爸爸自己被打中了 子弹打断了亚丽安娜三根肋骨肺部也受伤 幸好送一击救后没有生命危险 只是亚丽安娜在凌晨三点重担 家人打电话报警警察却拖到早上七点才来 当地住宅区的监视器都没有拍到枪手 警方正在绝查枪手到底有几人 以及行凶动机 TVS新闻综合报道